美国被说你同时无法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开战 但是不断的围堵中俄 反而让中俄变成了被靠背的铁杆兄弟 而且关系告诉你叫做上不封顶 成了拜登的最大败笔 靠美国你到底有多大的用处呢 还是只是美国的棋子被当枪使了 成了代理人战争的最前线吗 今天会聚焦三个地方 乌克兰 台湾以及立陶宛 难道真的是靠美国三傻吗 明觉得乌克兰 台湾跟立陶宛 真的是靠美三傻吗 来聊天室写下您的看法 就多留言以及按赞 我们先来聚焦的是 立陶宛他配合美国抗中 损失了经贸嘛 大陆暂停立陶宛牛肉进口的申请 立国企业是哀嚎 说我八年的努力通通都白费了 美国除了嘴巴呢力挺立陶宛 被说你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帮助 你到底有没有给他帮忙呢 立陶宛成了棋子 另外乌克兰局势也是升温了 拜登却说需要这场危机 来挽救自己的低迷民调吗 因此现在不断给乌克兰去送武器 拜登这个时候还警告美国人说 你现在应该赶快要离开了 美尔如果开打的话就是世界大战 所以乌克兰成了美国的代理人战争了吗 等等来分析 而且除了乌克兰美国这个时候还给台湾呢 怎样也是不断的送武器哦 一亿美元的军售帮助维持台湾 还有呢改进爱国者导弹的系统 被解读 拜登就是要在乌克兰局势升温之际 透过只有区区一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小订单 向外发出大信号 也就是美国啊更加的重视台湾的问题 但真正打仗时美国你也是不会派兵的 所以呢来看到说拜登总统啊 礼拜四的时候 其实有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就是NBC News的一个专访 就被问到说会不会有状况 促使他要派兵哦 派兵去乌克兰去协助 撤离你自己受困的美国人还不是乌克兰人哦 美国人的时候他竟然说不会 当美国人还有呢 俄罗斯开始互相射击的时候 这会是一场什么世界大战 那拜登强调说美国公民你现在就应该离开 还说这不是像对付恐怖组织 我们正在对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军队来打交道 拜登说啊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状况 事情可能就很快会失控了 你看他不断的说可能要冲突了 看起来拜登真的很想要看到乌克兰冲突吗 当这个主持人我们来看到 何特他就追问拜登说 你到底有没有告诉普丁啊 美国人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的时候呢 来看到拜登呢他就回答说 我不必告诉普丁啊 我已经说过了 而且他也明白 美国政府先前已经力促美国公民离开乌克兰 还说万一战争爆发的时候 不会像在阿富汗一样派军机撤离美国人 由于呢乌克兰是怎么样 他不是美国的正式的盟邦嘛 所以呢拜登在去年十二月 排除在乌克兰部署军队 要来阻吓俄罗斯的侵略 他也不派军队在乌克兰这个地方 那拜登呢也已经有威胁到俄罗斯说 你要是敢轻举妄动的话 就会实施最严厉的制裁 只是制裁而已 不过他也在一月的时候说 如果俄罗斯小规模的侵略乌克兰 可能会得到较轻的处罚 这可是让乌克兰的官员真的好生气 认为呢这就是呢 为普丁在侵略乌克兰开绿灯嘛 美国你是不愿意出边 出边帮乌克兰 却是不断的送武器给乌克兰 但是呢乌克兰官员还很嗨吗 这怎么有点像我们的蔡政府呢 看到美国给武器都很开心 来看到是根据呢 俄罗斯的卫星网十一号消息呢 说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阿列克谢列兹尼克夫呢 他有特别说 哇好棒啊 又两架载有美国武器的飞机 抵达到了基辅 其中呢 标枪反坦克的导弹系统 在内的武器都有哦 他说运抵的军事援助 重量将近130吨 目前已经总共接收了15架 总计是1200多吨的军事援助 对此呢 很多的乌克兰民众的心理 其实是忧心忡忡的 也认为说 你西方国家是不怀好意的啊 表示说他们根本就是要把乌克兰 推向了战争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们来看以下报道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展开联合军演 俄罗斯派出三万多名士兵 S-400地对空飞弹系统 以及多架战机到白俄罗斯境内 接下来军演的10天被称作是乌克兰最危险的10天 乌克兰情势紧张 俄军直接在白俄罗斯大规模军演 对乌克兰造成近距离威胁 美国与白俄罗斯参谋首长罕见通话 五角大下声明表示 双方确保避免在军演时期 错不情势 因应危机情势升高 美军同步运送武器 要帮乌克兰壮大势力 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 又有两架载油美国武器的飞机 抵达基辅 运送包含标枪反坦克导弹 手榴弹以及其他弹药 但实际上乌克兰民众却觉得 美国送武器根本是在武装乌克兰 将他们的国家推向战争 而且矛盾的是 美国加强对乌克兰武器支援 但实际上却没有要出兵 而且还警告美国公民赶快离开 美国媒体NBC在10号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警告 现在面对的是 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事情可能很快会变得疯狂 当被问到什么情况 美国才会派遣军队 营救美国公民 拜登回答说 不可能派兵 56%的回答者 在我们的投资中 在我们的投资中 认识拜登的工作 说他已经没有任何行动 但他们没有任何行动 而无问题也牵动拜登的支持率 CN公布最新民调显示 拜登失证满意度 又再度下滑 剩下四成 乌克兰问题也使得 民众对拜登失证大扣分 因为美国不仅劝不退普丁撤军 连昔日主导的北约内部都出现盟友 立场不一致 英国BBC报道分析指出 即使乌克兰发生战争 美国国内极度分裂的气氛下 乌克兰议题恐怕无法为拜登的其中选举 带来好处 记得张力报道 好 其实美国人真的关心乌克兰吗 还是只是把乌克兰当成的棋子 引发讨论 美国城间咨询公司9号 有公布最新的调查显示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 在地图上你把它摊开来 他是找不到乌克兰到底在哪里的 只有大约30%的受访者 能够清楚地指出来 地图上乌克兰的位置 那这再一次 曝露出了美国人 在地理常识上是非常的匮乏 不过在上述 针对于美国民众的调查当中 有75%的受访者 可以很明确地找到俄罗斯的位置 调查有发现 能够在地图上去找到乌克兰的人 和不能够找到乌克兰的人 在俄乌的危机问题上 态度也不相同 的确啊 你能够指出乌克兰代表你 大概有点了解乌克兰吧 你都指不出来他在哪里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关心你乌克兰的生死呢 所以来看到了 能够找到乌克兰受访者当中 有大概58%的人 支持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 将要对俄罗斯实施最严厉的 一篮子的制裁 而那些找不到乌克兰的受访者当中 只有41%是支持要制裁的 另外呢 能够找到乌克兰的受访者当中 有一半的人认为 美国应该要派兵到乌克兰 但找不到乌克兰的受访者当中 只有37%的人认为 美国应该派兵 所以看得出来 美国主流民意就是不支持派兵挺乌克兰的 难怪看到呢 俄罗斯跟乌克兰都否认 俄乌边境会爆发冲突 但是美国方面 拜登就是不断的渲染战争的威胁 前国安会副秘書长杨永明就分析 拜登你真的很需要这场危机 挽救你低迷的民调吗 美国也需要一场就是这种危机 因为现在拜登内部的这个政治 以及在他在这个东西欧 在北约的这个领导力 开始每况愈下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发现到 在德国跟法国要走向战略自主 似乎并不会因为这个领导人的更替 因为现在都一个新的这个领导人 就是萧之 法国马上有选举 他评估到发觉这个德法 不管是怎么样的换 要走自己的战略自主 大概是确定了 至少在欧洲安全议题上面 他不会完全的跟着美国走 你喊一喊这个印太战略 偶尔派一艘军舰来 他会这么做 让你高兴一下 所以美国也需要一个就是说重建 他在欧洲 在北约的这个领导的地位 所以美国需要一个重建 就是他在欧洲的领导的地位 那一场危机对他有帮助 泽伦斯基 在波兰的这个乌克兰的泽伦斯基 更需要一场危机 来确保他自己本身的内政经济的治理无能 继续要强化乌克兰民族主义 也需要这场危机 而且他们都知道这场战争 应该是打不起来 那我觉得特别在签了 这个中俄联合声明之后 你觉得当就是中俄这两边 在谈这个中俄联合声明的时候 难道中国大陆外交部 不会去询问一下俄罗斯 你到底要不要打 对不对 你要打起来说我怎么 我跟你签这个东西是做什么 做你的这个什么盟邦吗 我已经讲了我不会发动战争 我也不想发动战争 不然讲恩变了嘛 对不对 普京这样讲过 他一定也跟北京这边做过保证 再保证我不想要发动战争 除非美国打我 我觉得否则的话 北京不会去跟他签 这么样一个庞大的联合声明 这么多的这些整个协议在这个里面 一定有相当的这个理解 也就是说他的互信 彼此的互信也正如普京所说的 他不想要一场战争 但是可能一个危机 让美国让北约感受到压力 不会持续的东扩驻军 军演 这就是至少保障他自己的安全 以及在乌克兰内部 这些俄罗斯艺人的这个安全 说到乌克兰的危机 欧洲国家跟美国立场 完全是不一样的 欧洲是希望能够稳住局势 不要打仗 所以德法的不断在跟俄罗斯来斡旋 意外引发讨论就这张照片 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跟法国总统马克宏 日前会谈的时候 两个你看就隔着 这长达四公尺的白色长桌对话 这一幕呢 引发不少外交人员炒作 那普丁呢 设置这个长桌谈话 是有政治目的的吗 甚至有不少网友 制作梗图来苦手 不过呢 两名马克宏的随行人员 告诉路透社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安排啊 原来是因为防疫的考量 马克宏呢 当时面临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接受俄罗斯的新冠检测 并且允许接近普丁 但是呢 或者是拒绝检测 不过就不得不要遵守 所谓更严格的社交距离了 随护直言不可能让检测人员 接近马克宏啊 所以呢 最后才会形成两国元首 罕见的隔着四公尺长的长桌 喊话的画面 再来看到英国外交大臣 拉特斯 还有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 在莫斯科当地时间10号 进行了会谈 要讨论当然是乌克兰的情势 不过会谈过后呢 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表示 对这次的会谈很失望 因为英国代表 根本就没有在听他说话 拉夫罗夫形容呢 这个英国就像石头一样 不管俄罗斯方面 给出任何实际的说法 都被对方谈回来 而且表示 俄罗斯并没有威胁到 任何人的意图 边境的军队是部署在 俄罗斯的境内 西方国家的反应太过焦虑了 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呢 拉特斯则是提出质疑 认为俄国的确在边境上 部署军队威胁乌克兰的意味浓厚 如果俄国真的想走外交管道 就应该撤回部队 停止威胁 其实被当棋子了 还有立陶宛了 我们来看到立陶宛外交部长呢 兰斯伯吉斯跟澳大利亚来取暖 说大陆还有俄罗斯 叫做国际秩序的破坏者 呼吁全世界要抵抗中俄的 侵犯人权行为 他还声称立陶宛不会在 设立台湾代表处的问题上 后退的 但讽刺的是 澳洲真的要跟你一起走吗 澳洲你不要以为 他五眼联盟的 都会通通跟着美国走 但美国自己也没有说 真的要帮台湾更名 只是建议而已 所以来看到 澳洲外交部长佩恩 明确的表示 澳洲是无意让台湾 驻澳洲办事处 驻澳洲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改名的 还说遵守的是 一个中国的政策 佩恩表示 他从来都没有 跟台湾方面谈过 有关办事处更名的可能性 他说我们没讨论 各种这种 所谓性质的事情 澳洲遵循的就是一中政策 但是来看到立陶宛 升高抗中力道 来看到就是 大陆的海关总署 也针对的进出口 食品安全局官网 9号零点的时候 发布了 符合评估审查要求的 国家或地区 输华肉品的名单 那显示说 中国大陆暂停 接受2月9号以后 开始的运抵的 立陶宛牛肉的申报 进口 大陆外交部 发言赵立坚 他有特别说 说你立陶宛 应该要做的事 就是正视客观的事实 纠正自身的错误 回到坚持一个中国的 正确轨道来 而不是混淆是非 恶意炒作 更不是拉拢 其他国家联合反华 中国暂停进口 立陶宛牛肉 引发西方媒体的关注 我们来看到 立陶宛的这件事情 路透社就说 大陆是世界上 最大的牛肉进口国 但是来自于 立陶宛的进口量 是比较少的 比如说针对中国海关的数据 2021年的时候 大陆从立陶宛 进口了 775吨的牛肉 当年中国大陆牛肉的进口总量 是236万吨 不过呢 尽管大陆进口 立陶宛牛肉不算多 对于企业来说 还是很惨痛嘛 比如说来看到呢 立陶宛15分钟新闻 网友报道 该国的食品 还有呢 受依据9号 的确也收到 中国大陆通报 立陶宛呢 唯一一家 向中国大陆市场 出口冷冻牛肉的企业 就说 从去年12月 开始呢 该公司对华的出口管道 已经被关闭了 这对呢 他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八年的努力 通通都白费了 但没想到 企业在哀嚎耶 结果呢 他们的总理 西莫尼特 他还向媒体表示 大陆这个决定呢 并没有任何实际的问题 因为立陶宛出口商 最近几个月 根本都没有向大陆出口 他们已经转向 其他市场了 立陶宛呢 号召盟国一起 更名台湾代表处 但纷纷被打脸了 而且呢 刚刚说的澳洲 另外再来看到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 10号还报道说 立陶宛试图要怂恿 拉脱维亚 也一起来改名吧 我们是好朋友啊 那尤其是住在 他的首都 李家的 住拉脱维亚的 台北代表团 要更名 但是拉脱维亚方面 认为此举并不合适 这消息啊 是由拉脱维亚的 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科尔他所透露的 根据他的说法呢 立陶宛这个建议 引发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允许台湾设立 驻立陶宛台湾 代表处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他说啊 恕我直言 之所以会开设他 就是 是为了要促进 台湾地区的关系 还是你只是要 刺激 中国大陆呢 美国这些所谓 安格鲁 撒克逊的五眼联盟 被说你是嘴巴挺立陶宛吗 刚刚说到了美国跟澳洲 现在又多了加拿大 来看到加拿大10号 有发布声明表示 要寻求要加入 英国 美国跟澳大利亚 你看通通都是你 五眼联盟的行列 支持欧盟 就北京针对立陶宛 实施贸易限制所 提出来的诉讼案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在声明当中说 加拿大对大陆 最近针对立陶宛跟欧盟 具有立陶宛 身份的这些产品 还有服务采取的贸易行为 感到很担忧 这可能呢 会破坏就是基于规则的 国际贸易体系 以及他的机构 加拿大表示呢 该国反对经济胁迫 你看跟美国的用词一样 经济胁迫 而且跟世贸组织当中 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支持基于规则的 国际贸易 之前呢 中国大陆就有说了 相关争议是政治性的 而不是经济性的 也说呢 立陶宛的行动 是企图要挟持 欧盟以及北京的关系 不只是立陶宛呢 被说得不到五眼联盟 最实际的帮助 因为你经贸受损呢 五眼联盟为何不霸气的说 我愿意买你立陶宛的商品啊 而是通通都推给了世贸组织 世贸组织这是旷日费时的 另外啊 美国不但操作台湾牌 真的是在乎台湾吗 也引发讨论跟质疑 白宫最近啊 批准台湾出售价值 一亿美元的设备还有服务 帮助来维持和改进 爱国者导弹系统 台湾这边蔡政府当然很开心啊 国防部啊 就感谢啊 诚恳的感谢 不过大陆时事评论员 刘和平就说 这一次的所谓 对台湾的军售 是一个金额非常小 区区只有一亿美元 第二点呢 是说它的军售性质 属于防御性的 第三呢 就是说 跟过往的美国军售案 是不同的 这次一亿美元的军售 并没有涉及 美国对台湾提供新的武器 没有新的武器 所以只是呢 爱国者导弹 后勤服务支援 维修跟保养 因此蔡英文当局呢 过分夸大这一次的军售意义 有点呢 夜过坟场吹口哨 就是为自己壮胆之嫌 那至于呢 军售的时间点就比较有趣了 他说 首先现在呢 是在东京 北京冬奥会期间 那他有为的是 奥运会所倡导的 和平友爱的精神 这也是被看成是 拜登政府号召外交抵制 北京冬奥会之后呢 又一个不好的动作 不友好的动作 其次呢 是这一次对台湾的军售 是发生在中美关系 还有两岸关系呢 还没有出现好转 尤其两岸的军事对峙 还是在进行的状况之下呢 这个对未来中美 跟两岸关系的改善 都不是好事情 尤其是来看到是最近呢 当然就是呢 在对台军售上 还发生的是 俄乌的局势高度的紧张 美国认为 俄罗斯可能会在近期 对乌克兰发动 大规模的军事袭击 甚至全面的占领 乌克兰的背景之下 俄乌的局势紧张 也让台海局势 受到了国际观察家的 高度关注 外界甚至有一种阴谋论 说中国大陆可能会 趁俄罗斯进攻 乌克兰的时候 抓住有力的战术时机 一举武统台湾 而这个时候呢 美国就将陷入到 东欧战场跟台海战场 两头烧 无法同时兼顾的尴尬境地 同时呢 外界也在透过拜登 对于俄乌的局势反应 来断定呢 你将来 美国你会不会呢 真的会出兵协防台湾 看起来就不会嘛 因为连乌克兰拜登 都说不会了 他送那么多武器 还免费了 台湾还要买 你看这个还是一亿美元的军售 刘和平认为说 就是因为这种状况之下 拜登政府才不得不呢 在俄乌的局势 还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下 硬着头皮 公布了新一轮的对台军售 目的就是想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 也就是相较于乌克兰的问题 美国可能更加重视台湾问题 也就是说 拜登政府想借由这区区 一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小订单对外发出一个大信号吗 美国拉着盟友抗中 来看到美国国金布林肯 出席在澳洲末本举行的 第四届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 外媒分析 这次会议聚焦的 当然就是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两大势力 尤其布林肯这一趟行程 就被说为了遏制 大陆在印太势力而来 布林肯真的也证实说 尽管美国外交忙于应对乌克兰危机 但印太事务的关注是美国 持之隐恒的焦点 布林肯还说 大陆在国内以及 在其他地区的行为 都更加的咄咄逼人 但他并不认为印太地区 会发生冲突 是不可避免的 对此 大陆外交部发言赵立坚说 美国政客有关言论 纯属是老调重弹 充斥着政治谎言 美国之所以渲染中国威胁论 就是要抹黑 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 揭露出了美国根深蒂固的 冷战思维跟意识形态偏见 还说在本地区印太 或全世界范围内 如果提到咄咄逼人的话 美国自称第二 没有人认为是第一的 你也认同他的说法吗 来聊天室一起互动 即便乌克兰危机尚未解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依然飞到澳洲墨尔本 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 显示美国仍然不忘 兼顾印太地区的盟邦与利益 路透社报导正式会议之前 美澳外长举行会晤 双方均同意这次会议 将聚焦在建立一个 没有胁迫的区域 这也是形同在对大陆 在印太地区的势力 做出制衡 而稍早就在两人碰面之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接受澳洲媒体访问时表示 大陆对澳洲的贸易制裁 适得其反 澳洲起而对抗 为世界树立了 十分强而勇力的榜样 布林肯还说 大陆以经济手段逼迫澳洲 蒙受的损失超过澳洲 这次四方安全对话 美日印澳都有出席 也引起大陆关注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任何周边机制都应该顺应 全球和平与发展潮流 呼吁美国看清大局 少给地区国家关系加油添醋 就是未来对于 美国的战略部署来说 美国仍然把印太 作为自己战略的重中之重 美国希望强调的是 尽管现在罗路斯牵扯着 美国的巨大的经历 但是美国仍然认为 未来大国竞争的核心 是出现在所谓的印太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国会山庄报指出 尽管美日印澳自称 这次会议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很大程度上就是用来遏制大陆 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分析 四方安全对话会议近期 会晤频繁 目的就是在应对 在印太地区影响力 日益壮大的中国大陆 专家则认为 布林肯这次访问有两大目标 第一是在俄乌局势紧张之际 美国想安抚亚太盟友 强调自身实力 可以双边兼顾欧亚 第二是得到新的合作进展 不再只是纸上谈兵 因为三月初美国总统拜登 将发表国情咨文 希望能在印太策略上 能有新的亮点 记得张令报导 另外针对布林肯说 用经济手段胁迫澳洲 中国大陆损害可能会更大 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赵立坚 也说美国自己戴上胁迫这顶帽子 才是当之无愧吧 谈到所谓胁迫 美国政府把1994年迫使海地军政府下台 成为胁迫外交的范例 2003年美国把303亿美元军费的用途明确列为开展胁迫外交 美国政府不择手段打压中国华为 法国阿尔斯通 日本东芝公司等竞争对手 胁迫台积电 三星等企业交出芯片供应链数据 这些都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经济胁迫 澳洲即将进行选举了 现在莫里森政府又想甩锅给中国大陆吗 所谓的反中牌吗 我们现在看到莫里森政府因为抗议不力 饱受抨击 领导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 支持率是大跌的 而且被在野党的工党给超越了 眼看了支持率要告急 现在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又打起了中国牌 来看到他9号有声称说 工党领袖也就是他阿尔巴尼斯 他是中国大陆支持的澳洲总理候选人 这一番毫无评断或事实的言论 就让同属于自由党的澳洲前总理 特恩布尔他都看不下去了 他批评你达顿的话 不但很荒唐还是一种绝望的信号 对此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赵立坚也说 你自己澳大利亚的选举 你是内部的事物 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兴趣干预 敦促澳大利亚不要拿中国大陆来说事 还说澳大利亚政治人物的说法 十分的鲁莽 而且纯粹是为了博取政治的利益